港股昨日又向下探底 上周五行只見過20118點的頂部水位之後 不知後撤20,000點關失守 昨日乃延續這一跌落 探索支持位 上五行只低見19509點 跌406點 然後出現反彈 一度回升23點 見全日高位19938點 不過這一光景無法延續 下五市情反覆後再錯 收市報19567點 跌347點 是第二個交易日下跌 兩日共末去482點 科網股成為重災區 小米 01810美團 03690 公佈業績後走約 前者下跌3.5% 後者急錯6.3% 兩大熱滿科技股滑波 自然影響了同類股份的表現 加上領軍的騰訊 00700 也加入了滑板 最成就了整個團隊幾無一上升的景象 科技指數收4105點 跌119點 或2.8% 較恆指跌1.75%的幅度為大 煤炭股巨頭演礦能源 01171公佈業績 該股順利增近80% 末期息每股派3.07元人民幣 特別股息1.23元人民幣 還加上10送5股紅股 真可以講所有派送的花樣工具都用上了 結果自然大收望場之效 收市報25.2元 上升9.6% 反觀同行的中國神華 01088 盈利只增長42% 派息近持平 派息比率由過去98%降至69% 於是貨價一比較 中國神華輸了一條街 作收24.15元 跌5.3% 大行的報告多半推介增持現礦能源 而減持中國神華 由此可見 業績優劣威力之大 銀行股形約 市場續在觀望美歐銀行危機的演化 不過 不少銀行回到現水平 也到了物超所值的階段 如果相信該危機不會過多地影響香港 則人棄我取 開始分駐買點便宜貨 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選項 我認為可從本地銀行股開始 如匯豐控股 00005 中銀香港 02388 恆生銀行 00011 都可以留意 中銀香港定本週四 30日 公佈業績 現價24.75元 同52週低位23.55元相距不遠 大家可以拿捏其幅度作出吸納準備 恆指由20118點高位的回調 只跌了兩日 按近期時興連升或連降的走勢 本週大使料仍會有壓力 第一個支持是19,300點 第二支持是19,100點 第三支持為19,000點 最後防線自然是18,800點了 這四條防線不可能全部失手 個人傾向於相信19,100-19,000點區間的防守性可以順來 中銀市晴